第十章 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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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这节课呢,我们给大家讲 第十章 通关 有这么一句话叫 关内有织女,关外有牛郎 此关若通也,相邀入洞房 这个意思呢,是打个比喻啊 说 天上有个牛郎星 有个织女星啊,因为这个 中间有一条天河 把他们俩隔住了,什么王五娘娘 画了一道天河呀,那是一个神话故事 这意思就是说呢 那么牛郎和织女本来是一对 有情的男女 但是中间因为有了一道天河 所以就隔住了 这个东西呢,隔住了 叫什么,叫关 此关若通也,什么时候 这个河啊,能搭起来了 搭上桥了,这个关通了, 相邀入洞房,两个人就能相遇了 就能相见了,是不是 这个,嗯,中国的 清洁七夕的时候 那么把雀桥搭起来 两个人才能通 所以这个比喻呢,跟我们这个 这一节课的主题呢,是很 很形象的 就说,那么在八字当中 五行之间,他们之间有这种相克 相制约的关系 但是往往呢,在制约的时候呢 有过或者不及这样的一些毛病 怎么办呢 就是需要通过 叫做一个通关的方法 通关的方法 怎么样,就像刚才说的这个 把雀桥搭起来 把这俩他们之间进行一个和解 这个事情呢,就能够通顺了 那这节课里面 就是我们在这一章节里面所讲的这个通关呢 又不是咱们前面所说的这个 取用身之法里面的这个狭隘的理解啊 咱们前面讲 取用身之法 望衰 调喉 通关 是吧 通关呢,指的就是 当官煞 很强的时候 身弱的时候 用印来在中间搭个桥 把它通起来 还有呢 比如说 身强 财弱的时候 用食伤呢 把它搭起来 把这种 直接的相克的这种对立关系呢 中间呢 通过一个相生 做一个化解 把他们之间的矛盾呢 给它调和开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取用神里面的通关 但在这一章节里面 说的通关呢 更这个宏观一些 取用神是一方面 另外的话呢 还要看你八字里面 他们每一种天干和地支 之间的关系 有没有能够 很好的去 各自 都有一些个照应 什么叫照应呢 就是有情嘛 说有情无情 有情无情 在命里面呢 它也会表现出来 你这个生命当中的信息 就是好使不好使 说白了就是 你这个其中的某一个食神 通了关和没通关 有情和没有情 在你的生命当中呢 它表现出来的这种 表现是不一样的 那么 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 我们看书上有四个案例 第一个呢 是这个128 鬼友 甲子 丁毛 丙虎 这个 正常呢 按照我们这个 分析一个八字的思路来看 先不管什么通关不通关的 咱们就按照正常的这个 去分析一个八字的思路来看 丁 日主丁火生在紫月 深入 首先你看看它肯定是深入 然后呢 黏上 又是鬼友 这个鬼水呢 是鬼水是它的七砂 是鬼水七砂 七砂呢 又坐在这个金上 七砂很强 所以 首先你看月令吧 再加上附加的信息 就导致丁火越来越弱 是不是 那么我们再看 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之下 也没有人帮它 那丁火 下面做的是某木 月上呢 又透露一个甲木 可以生丁火 石上呢 是丙武 丙武呢全部都是火 完全都可以去帮它 也就是说 这样一看的话呢 这个丁火的 从一个弱的状态呢 变强了 它弱中变强了 那么它强的程度有多少呢 实际上它强的程度 已经完全可以承担 抵挡这个观沙 对于它的这个克的力量 也就是说 首先呢 这个丁火它是弱的 但是弱中变强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 日数变强了 强了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 单子这个单子 这个单子起来 关和沙的这样的一个克 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呢 它反而是喜欢关沙的 因为它已经身强了 简单来讲 你就算数个数的话 是不是 丁火被一个木 木又天上透出来 就生它 然后呢 它生的这个时辰很关键 生下五时对于丁火来说呢 是对它来说呢 是它的路 是归路 那么 五火上面透出一个丙火 这个火就很旺 就可以对这个丁火呢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的作用 所以呢 它就不怕这个水来去克它了 水来克它的时候呢 就机会来了 就是它的事业就起步了 那么它运势就好了 这是我们这样去看的 正常的思路 这是正常的思路 那我们看书上是怎么说的 书上呢 换了一个角度 从通关这个角度上来讲 说这个 此造天干地之 皆沙生印印生生 石归路旺 沙生印印生生 也就是说 这个七沙呢 它先去生这个木了 让木又去生火 然后呢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丁火生在五时是归路 游庙四冲 反围四柱 就是我们还看到一个问题 地之上 子五毛友 这个 子五冲 毛友冲 这四个地之呢 全不是冲的关系 但是呢 因为它们所摆放的这个位置 它情形发生变化了 这个有和毛的相冲 有去冲毛的时候呢 中间隔了一个子 所以这个金呢去生水 那水又去生木 这样的话呢 毛友之间呢 反而不冲了 那么子五之间那个冲呢 因为子去生毛 就是水去生木 木去生火 那么子五之间那个冲呢 也被化解了 化开了 所以说金见水 不克木而生水 水见木 不克火而生木 此自然不格不债 无阻截之物 就是它们之间呢 原本是有毛病的 一冲的话呢 就会有动荡 但是因为它中间隔的这个字很好 所以反而就不冲了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这个官通了 此官若通也相要入洞 王就解了 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仇怨 或者是冲突 就靠中间这个字 它解了他们两个之间的仇怨 它也解了他们两个之间的一个冲突 这样的话呢 就变成了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 天干呢 水生木木生火 都是一个方向一个顺序的 那么它 你看起来就很顺 因为我们前面讲原流 讲这个相生关系的时候 都提到过这样的一种看法 就这个角度 它呢又加入了这个通关的这样的一种理解这个概念 日主若中变旺 孕育水 仍能生木 逢金仍能生水 印寿不伤 所以秋为早吉 是值观察 就是说 早早的呢 就已经发展不错了 然后观作的也很大 那么我们就要去看一下 水旺的时候 水旺的时候呢 可以生这个木 金旺的时候呢 去生水 它其实都是一个很顺的一种状态 我们说 就是像这样的八字 它前后全部都能够相生顺起来的 不管是地质也好 天干也好 还是说天干地质 全部都顺起来也好 往往这种人的一生呢 它都是很很顺的 没有什么波折 没有什么大灾大难 这个起伏特别大 因为所有的东西啊 你不管是走什么大运 只要进来了 再加两个字 加一个天干一个地质 加进来 那么往这一放 它自然就又 顺着它流动就走了 来水的话呢 水生木木去生火 来金的话呢 金生水 水生木木生火 那来木的话呢 那木就去生火 来火的话呢 也没有问题 来土的话呢 它还继续往上去生 基本上就是什么都不怕 所以说有没有好八字 这个格局档次高的 稳固的 基本上呢 就是这个特点啊 它是一个很明确的一种特点 那比如说 那你将来要是这个 生小孩 抛妇产 选择 选择 能够日子和时辰都能选 的话 你要能挑出这样的日子来 那其实就是很不错的啊 这种命呢 就是好命 所以他说 早 这叫秋为早节 世之观察 医生的很顺 他为什么早早的就已经很表现出来很优秀了呢 因为他走运呢 他先走的是鬼害的运 鬼害的运是水运 鬼害 然后人虚 人虚也是水 虚呢 跟地 地质上也没有毛病 因为你地质上再来东西 他的冲呢 也没什么问题 本身呢 他这个链条已经接通了 你看吧 你就算 你就子丑毛友全来了 往那去放 谁跟他们之间有关系 有冲 都能够有解救的办法 是吧 你比如说水来了 比如紫水来了 紫水本是出母火嘛 那么紫水呢 来了之后呢 他可以生母 反而去生火 那害水来了啊 害毛呢 他又合成母 他也不去克这个火 那你要是说 这个比如银啊 银 银和母之间呢 他有伴合的 那么 毛呢 毛友相冲的话呢 他有火 也基本上也不是会直接去冲他 他都有一个抵挡的一个能力 所以呢 这个 当他中年的时候走的 新有和更深的运 就是金的运了 金是财嘛 那么财去生杀 就是我们刚刚说 他已经弱中变强了 这个时候他就喜欢官杀 官杀的力量越强 他的本身就越大 那财 走金运的时候 金生水 水就很旺 七杀就很大 七杀代表的是权力 代表的是你的社会地位名望 这是这方面的 那么七杀越大 因为他本身是 就是说你给他多大的事 他都能做 因为我们人啊 叫什么呢 在这个 有一种说法 叫屁股决定脑袋 就是看你坐在哪个位置上 你的你的你的这个 脑袋里面就会想什么事 你是一个员工的话 你永远是员工的想法 你根本就不会去 呃 站在老板那个角度上 去考虑问题 将来有一天 把你提成了经理了 你就要去考虑 我这个团队怎么怎么带好 然后呢 我怎么样把绩效拉起来 那你再身上来 身上副总了 你的这个角度 你的思路又变了 屁股决定脑袋 这个这个八字就是说能力很强 你把它放在哪个位置上 他都能把这个职位做好 那所以的官呢 也就做得很大 这是这个八字的特点 啊 那么我们来看的话呢 就是说前面说 通官 他讲的是一个宏观的一种概念 在这里面呢 体现出来他的通官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讲的通了鬼水和冰火的官 通了这个七煞的官 地支上呢 他解了这个冲啊 两个字 解了两个冲 所以呢 通了两个官 天上通了一个官 地上通了两个官 那么 像这种叫什么呢 甲木是冰火的印啊 这个是用印来画煞 煞是权力 权力的话呢 如果 如果身弱的时候 那么权力就把你压垮了 你就担不起这个来 所以呢 你也当不了官 干不了大事 什么时候能干呢 必须有印 印呢 煞去生印 印再去生身 这个时候呢 你就把它拿住了 就真正成为自己的本事了 成为你的机会了 你的社会地位就有了 所以说像这种啊 叫化煞生印 这种的格局呢 一般来说呢 做事情的话 格局就会很大 按现在来讲的话呢 那如果这个人生在现在的话呢 很有可能就是老板 就是大老板 这样 生意做很大的一种 那我们看下面这个 129 雾引鬼害 丁卫 辛亥 这个咱们还按着思路来捋 丁火生在亥月 火生在冬天 显然这个火是很弱的 然后呢 我们再看 亥水 天干上透出一个鬼水 这个鬼水是 从月令上透出来的 冬天的水水是最旺的 这个鬼水仍旧是它的七沙 所以这个沙呢 就很旺 那么 我们再看这个丁火呀 除了这个地方的这个 鬼水去克它的话呢 它生在这个亥石 亥石对于鬼水 也是一个很关键的 一个力量的支撑 但是那个金呢 也去生水 所以就导致 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 对于金 对于这个 都是使这个 七沙变强的 去克制这个丁火的 那么 丁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显弱的情况下 它弱到什么程度 你去看 黏上有一个引木 引木可以生丁火 木生火 这是给它力量的 这个位土里面呢 也藏有丁火 丁火这是造土 所以它里面呢 也带有火性 带有根 所以这个丁火 并不是特别弱 它只不过在这种 对比的状况之下 显得 显得弱了 就略弱 那么 这个八字的特点呢 我们就去看啊 它 粘上特别的木土来 这个木土跟鬼水 雾尾相合 雾尾相合 鬼水是七沙 这个雾土呢 是它的山关啊 它形成了一种山关和煞的 这叫山啊 山关和煞 山关和煞的一种格局 因为这个煞是要克自己的 而且呢 自己又抵挡不住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用山关来把它合住 合住就是拉住 拉住的话呢 它就不去不去克这个日主了 这是一种化解的一个办法 那么 还有呢 我们就要看 这个隐亥合木 隐亥合成木之后呢 水的力量减弱 木的力量增强 木的力量增强的话呢 就会生火的力量就更强一些 实际上这个亥水呢 因为它 挨着这个位土 亥位 拱卯 就是这个是 亥卯位的一个木局 半河 它拱出来一个木 这两个其实也拱出来一个木 也就是地质上来讲 虽然 你看着这个 亥水的力量很强 但是由于它这种组合的关系 其实呢 岸地里边 变成了木性 木性呢 也还比较强 所以这样木呢 就还是能生火 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八字里边 你去细分析的时候 它的所谓的 就是有情啊 它的这个好的地方 庙的地方在哪呢 就是原本是不利的东西 结果呢 因为它们这种组合的特点 反而变得有力了 天上的这样的情况啊 河上 地质上呢 又把这个水的这种旺呢 旺的力量呢 给化解了一下 转到木上去 木反而就转去生火 所以我们再说 从这个八字里面去看它的这个通关的话 表现在哪呢 表现在水和这个引害合成木之后啊 木去生火 反而呢 解了这个水火之间的对冲 这个呢也是拱出木来之后呢 解了它们之间那种对冲的关系 那我们看这个八字的话呢 很显然 因为深弱 深弱的话呢 这个七杀也很强 煞强 深弱的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你就得把自己扶起来 就是让自己变强 你强了 你才能抵得住这个煞 那么上面这个呢 是因为它很强 煞越强 它就本身就越大 下面那个呢 煞很强 但是自己力量不足 但是自己自己强起来的话 你也能顶得住 你也能拿得住这个事儿 所以呢 很显然这个这个八字的话呢 那么它洗的东西呢 就是木和火 火可以帮助自己啊 木呢也可以生火 木呢可以化解水跟火之间的这个对冲的关系 那么这个八字呢 它所走的运啊 甲子 就是早运的时候走甲子 甲子的话呢 天干透木了 是木呢 木呢来化解这个水 然后呢 走夷丑 天干上还是有木 再走的话呢 丙隐丁毛 就变成木火了 丙隐和丁毛运的木火同来 这样的话呢 就自己的力量变强了 这个时候呢 本质就大 就来了 机会就来了 所以这个人呢 最重要是什么呢 叫科甲连灯 试至黄唐 这个关呢 这个关呢 比这个做的还大 就这两个八字啊 都是看起来很有气势的 好的八字 就是有造化的八字 这个本身很大的 那么它的那个特点呢 这个是用印来化煞 这个呢是用山关来合煞 这煞这个东西它本身是个凶物 我们讲的煞是凶的 那么你要把它制住了 你就把它化为己用了 制的方法呢 一个是可以用印来化 用山关来合 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 总之 你只要是用你的本事 拿住它 这个机会你就得到了 怎么拿呢 你看你把这里面有什么 有什么就用什么拿 这个是用山关的 山关代表的是一个人的 才华 口才 你的聪明才智 本事 所以说这个叫什么 这个是 他说的叫 科甲连登 世纪皇堂 就这个人很会考试啊 就是这个科举嘛 那么考试 就是这个 嗯 这方面很好 是因为他本身就聪明了 这个山关呢 他就很聪明了 而上面这个人呢 他的表现呢 就不太一样 他其实靠的是印 其实印呢 也代表的是聪明 印也是学历和 按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印呢也是你的学历和学业 比如说像这个 如果放在今天的话 这个印呢 甲子坐在子上 那基本上这个呢 本科或者研究生这样的学历 这是这两个好的八字 那我们看下面这个 一百三十 故臣 乙卯 心有 心丑 丁有 心今生在卯月 春天 今生在春天是最弱的 所以说呢 首先你看看那是深入 那么 这个卯木呢 那圆神又透出来 这是乙木 丁火呢 后面这是丁火 就是首先呢 它是这个 心弱 这个丁火呢 是它的七沙 这个又是沙 那么丁火呢 去刻 刻这个心今 这个丁火 忘不忘呢 虽然坐在有上没有力 但是它是月令的 月令是木 所以本身的这个七沙呢 时尚的这个七沙呢 力量也还是有的 所以 相对来讲的话呢 我们看 深入弱的情况下 喜欢什么呢 就得喜欢把自己 先浮强起来 怎么浮呢 它地质上做的是 丑土 和这个有金 这个有和丑呢 半和金菊 这两个你可以当成金来看 那么金呢 就可以助光它 就是使它的力量变强 还有呢 黏上有雾尘 这个土呢 土也可以生金 土去生金 把自己变强 金呢 去帮助金也使自己变强 但是 我们看了 这个土啊 不好使 这个雾土 坐在尘上 虽然这个土的力量很大 但是呢 因为中间啊 中间隔了这个姨毛 是木啊 这个土被木隔住了之后 这个土就没有机会去生这个金 它跨不过去 而且这个尘土呢 被毛木呢 也克了一下 这个以木呢 又去克这个雾土 所以基本上就把这个 把这个 这个 这个方向啊 这个方向给制住了 雾土 雾尘 基本上就没有机会去 给它力量 去生它 而这个仇土呢 在这呢 其实也被这个 毛木给 克了一下 力量受损了一些 因为毕竟 毛木是月令 春天 木是很棒的 那我们去判断的话 首先你去说啊 它肯定是 洗土和金的 土 金和土 这两种五行 来了之后呢 都可以使它 变强 因为这个 这个财嘛 财旗生沙 那么自己力量强了 它就可以抵挡 抵挡不住 这个八字 这个八字 跟这个八字的区别 在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 印啊 这个印 虽然很强 但是这个印 不管用 不好使 如果 如果说 比如说 蚁毛和这个雾尘 它俩掉一个 那么这个土 紧挨着它 生它呢 就没有障碍了 但现在呢 它因为中间隔了木了 这个木呢 就把它给打住了 所以这个土 生金的力量呢 就很有限了 所以说 那你一看的话 就从八字的这个 八字的 原始的配比上来说 就有毛病了 这个毛病呢 对于 对于这个八字来说 你看的就 很可惜 你的这个想法 它的这个毛病 就使得这个 人的状态 这个档次呢 就会降下来 它绝对不会像 这个人那样 有那么好的造 那我们看这个书上啊 说这个春金气弱 十杀仅刻 春天的金啊 是很弱的 十杀这个七杀呢 又挨着心金去刻它 年峰映寿 远隔不通 年上的这个土啊 隔得远 中间被木隔了 它就不通了 又被旺木 刻土坏印 不但雾土不能生化 既日之之愁土 也被毛木所坏 就刚才我们讲的那个 这个乙卯木 从这个 这八个字里面来看的话 这个乙卯木的 是最强的 乙木 是卯木的原神套出来 在月亮上呢 是一个特别旺的木 那么它 就切哒哒的 把这个土神给破了 它说这叫什么 局内无可通之理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通什么呢 它过去 这个也叫通 那过不去呢 就不通 中运 南方沙地 这中年的时候呢 走的是这个南方火运呀 火是火是这个沙地 陆陆风霜奔驰未遇 那你就做什么都不成 交更深 客去木神 得其遇 分发陕西 屡得军功 即新有二十年 官至赋隐 盖金能克木帮山 硬可化煞而通言 那么他说了 他这个 我们看他的运啊 运走的是 秉晨丁寺雾五 几位 走南方火运的时候 就沙旺 七沙才旺 所以呢 自己就是 终于不成 机会总是拿不到 等转到更深运的时候 更深运的时候 金来了 金来了的话呢 他自己的力量就变强了 而且呢 他还有一个 他还有一个作用啊 就这个金来了之后呢 他磕木 他直接磕木 因为这个木呢 在这个整体的八字里边呢 他起到了一个坏的作用 他把这个土给合住了 使得这个土生不到它 那么现在 我这个走在金运上了 一根一合 把它合住 把它合住的话 他不去磕土 土呢就有机会去生金 所以呢 这个变通的方法 把这个关呢给通了一下 当然 他最直接的力量 还是说金呢 就是使得自己变强了 那么他自己变强了的话呢 机会就来了 所以这个人是什么呢 也是一个五直 从军的 更深 心有 心有的话呢 完全把这个再刻一下 那么就 金的力量更强一些 所以机会就更好 所以这二十年呢 就 他叫什么叫得奇遇 就是他不是按着这种 这个传统的这个路子 一步一步升上来的 就像我们说过去要上学 考大学是吧 考完大学之后呢 分配一个工作 到企业里面去这样子 那现在也不是这样 所以说 但在当时那个年代里边 就是也是叫 一般来说 书生叫什么叫义路出身 还是通过另一种方法 通过另一种路子 最后呢 得到了机会 这也是一种 这也是一种 人生的一种命运 所以啊 从这个班上来讲啊 这个里面虽然说的 也是通关的事儿 但实际上呢 他最直接的作用 还是当他走到更深 和心有运的时候 金直接把自身住望 这是最直接的 当然他刻住墓的话 那么 也就是等于是 把煞的源头支住 那么你就等于是 把煞拿到 吕得军功 那么还有一个 这个131 几次钉矛 心矛 以位 心金生在矛月 跟这个是一样的 心金生在矛月 矛木上的钉火七杀透出 然后呢 他又坐在某木上 实际是位置 这个位置是造土 造土又不生金 这个椅木呢 又透出来 你看他的就是 财和纱 太棒了 财和纱太棒了 那就使他又越来越弱了 在深弱的情况下 越来越弱了 那有没有人帮他呢 有 谁呢 就是这个 黏上这个极土 这个极土啊 土是可以生金的 那么这个土呢 这个极土呢 坐在四火上 火生土 这个土的力量很足 土的力量很强 而这个四火呢 它里面有藏有金 藏有根金 这个四呢 是金的整生之地 所以这个心金 有印去生 再加上地支上 还有一点点根气 所以说呢 那么 这个心金就从不了 也不能气 你就只能是 用土来生金把他住 把他这个力量加强起来 土生金 自己生强了 那么他就能顶住这个煞 也是这个问题 所以 比如说这个通关啊 这个关是什么呢 就是说 为什么要通这个关呢 就是因为有坏人来 坏人来这个治你 所以说呢 你要中间要找一个方法 把这个坏人啊 给 让他不治你 要么把他变成好人 要么把他变成跟你一波的 所以这个也是啊 这个七杀呢 就是个坏人 因为他是直接克生的 你很弱他很强 光机打你一拳 直接打他 你起不来了 怎么办呢 就有一个人说别打 这是我兄弟啊 这是我侄子 那好了 一看又 都是熟人呢 是吧 这个 有面子 得了不打了 你说有什么事啊 我帮你是不是 你 这就是起到了这样的一种 通关的一个作用 坏人变好人 那我们看这个 书上是怎么说的啊 他说春金虚弱 春天的金 跟这个是一样的 他俩的状态是一样的 木火当权 年印月杀未得相通 毛病 毛病是在哪呢 这个 如果 如果 这个年和月 它俩掉一个儿的话 那么火生土 土生金 因为土如果在这个位置上 直接挨着它 就可以化解的力量更直接一些 现在呢 是因为这个极土远了一些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说你这个 在外受人欺负了 遇上事了 你身边没人 你得打电话 说哥 说我上山欺负了 你赶紧来 他这个远水不解尽可 所以他是 他这还有一点点毛病 就是他这个 他这个 他叫远隔不通 未得相通 食之位土 又会 又会某化木 某位呢 他又半合成木 所以这个位土根本也没有 没有这个 想去帮金的想法 反正他起到了一个反的作用 只有生杀之情 而无辅主之意 所以呢 就是他这个 全部都起到了 坏的作用 坚之一路 运毒无金 那你很显然吗 自己太弱了 大运又走不到金上 你就很悲催 一派水墓 仍滋沙之根源 以致破败主业一事无成 那么 他就很惨 他惨的原因呢 一方面呢 就是运不给力 没走到运上 如果这是个女命的话 大运是反着的 那么他应该是很好的 或者说 或者说这个 如果他大运走在金上了 筑墙了 他也也有可能会像他们一样 这个就是飞黄腾达了做很好 但是大运不给力 这个虽然很好 但如果走不上运的话也白搭 所以还是什么呢 命好不如运好 运是很重要很关键的 所以最后呢 至害运 至害运 会目生杀而亡 那我们就去看了 当他走在这个鬼害运的时候 命没有了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说 木是他最记的东西 因为在这个八字里面 木最强 生在春天 两个卯木 亥卯一半合成木 乙木呢 从天上透出来 木是最强的 是他的财 叫深入财多 当他走在鬼害运的时候 这个鬼水把心筋的力量 道谢走 然后进一步去生这个 一木 就是他自己越来越弱 这个木越来越强 而亥来了之后呢 亥卯位就合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木局 它就完整了 关键的是 关键的是这个亥 这个亥呢 冲了这个四 四亥相冲 四亥相冲的话 把这个极土的根给去掉了 在这个八字里面 他唯一的用神 有时候他用的东西 可以用的东西 只有这个极土 这个极土去生金 是唯一一个给他力量 就相当于他的妈一样 虽然说这个妈 营养也不良 就那么一点点奶水 但是呢 也还是凑合能活着 哪一天的话 这个妈的印没有了 生妈的这个东西没有了 四亥一冲 把它去掉了 这个极土就瞎了 完全就没劲了 那么他没有力量 没有力量去生他了 这就等于 这个用神 用神的元神 实际上就是洗神 洗神受克了 所以呢 在这一步运的时候 这个死了 所以我们要去看啊 这个书上有很多的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呢 他去分析的时候 有一些信息 有一些 这个叫阴漆啊 一般来说呢 就是这个书里面 都写得很宏观 只有说 走到哪部印上 死了 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去反过来 去分析一个八字 怎么去理解他 他为什么会死亡 就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啊 像这种情况 是吧 害毛卫 合成木 合成木不是很关键 关键的是这个害把这个死给破掉了 死一坏了 这个极土就虚了 极土没有力量了 他根本就生不到 生不到这个心机 所以说呢 那么 走到害运的时候 就是很危险的 通过这样的思路 我们去看我们现实当中的这些命令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好了 那关于这些课呢 咱们就讲这么多 大家再见